你放弃如果杜兰特其实今年呢 真是率队这个夺得了冠军了 那他就今后他会杜绝这个场 这个场外烂七八糟风波了 什么这个推特跟这个球迷之间 甚至自己还上麦 跟这个球迷探讨啊 绝对不会有这事的 就是现在仰看着做不到了 对对自己压力又这么大 而且放在整个历史呢 杜兰特这一段往事 是绝对不会被历史所磨灭的 永远散要在这个历史的榜单纸上 散发着隐隐灰暗的色彩 始终都存在的 这个凯文杜兰特 他这一段不堪的履历 在整个MBA的这样一种 这个历史框架当中 永远都有他的特殊位置 每每一谈到叛逃行为 每每一谈到软弱行径 凯文杜兰特就是一个绝假的案例 所以杜兰特现在也是被感压力 早些年祈求自己经纪人 对不对 现在这个事呢 已经这个了解来龙去脉了 不是金周勇士队 先引诱的凯文杜兰特 什么这个 我们这块实在打不过其次 我必须得找你来帮忙 不是这样的 而是凯文杜兰特 当时跟经纪人看机器的时候 仰看金周勇士输球 那会儿杜兰特自己讲话 我当时手舞足蹈 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般 就是我突然之间看到了 我加盟金周勇士的喜望 如果那种西类赛 最终总是就赢了 那完了 我的理想破灭了 加盟勇士队 这种目的无法实现了 当时的勇士队输球 杜兰特自己讲话 我内心当中 我甚至这个心晃怒放 感觉自己有戏了 当场祈求自己经纪人 对不对 要加盟金周勇士 这是所有事情的开端 感觉杜兰特在家里观战 总决赛抢其大战 看到勇士队输球之后 立即祈求自己经纪人 促成这笔交易 那你说谁一开始牵线打的桥呢 杜兰特放的话 或者说从某一个角度讲 给这个经纪人下的使命令 因为据说经纪人当时呢 一脸惊讶 没有想到坎杜兰特 作为一方诸侯 愿意主动给对方当小 下的使命令 你牵线打小一番 对不对 散散成功 怎么整的 也要让我能够成功加盟勇士 这是来龙去脉 一切的开端 坎杜兰特 后来他自己讲的 他祈求的自己经纪人 牵线打的桥 才有后来 德拉姆德格林呢 因为经纪人 这玩意的联赛当中 经纪人都有数的 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电话的 互相之间一联系一沟统啊 格林一看这事有戏 那再联络一番 所有一些的开始是坎杜兰特 正因为如此 杜兰特这个新坎呢 过不去 所以导致呢 他屡屡亲自下场 跟球迷讨论 捍卫自己在互联网上的 NBA历史地位 老得亲自下场 因为说的话 他自己不下场呢 球迷不怎么向着他 而且他也了解 自己在场上呢 这个行为确实相对来说软弱 如果说今年 杜兰特能够率领栏网 一举登顶的话 你放心杜兰特 再往后啊 他就不会参与互联网上的整斗了 因为你往往是现实当中做不到了 你才愿意在互联网上 你就玩命换位 因为没有办法 现实当中你是做不到的 你现实当中只要说有一天 你没能做到 那么你就会多一天浪费在互联网上的 跟这个球迷讨论 多兰特一定是这样 他只要说做到了 他就不会花时间在球迷群体当中 捍卫自己的荣誉了 那就通过事实已经能够捍卫了 那我还有必要废口哲吗 没有必要了 就是因为没做到 他就没有办法 现在就是更进一步 自己上脉 也要跟球迷理论一碗 因为没做到 如果说做到 他就不会这样了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 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专栏页面下 您就能够找到他了